- 哈喽,大家好,欢迎大家在下来到我的频道,我的名字叫,还有,让大家都知道近期我们在装修浴室,然后在装修浴室的时候呢,我们之前呢,我们要把这个洞给布上,就是我们之前是换了一个开关插座,但是之前的插座比较大,它这个比较小,它没有办法,这个没有办法, 然后把fit到这里面,所以说它就重新开了个洞,然后就留了这么个洞下来,其实大家都知道新西兰的房子是木质结构嘛,大天就是中空了,是,它有那个木的骨架,然后再钉上那个石膏板,再铺腻子,再刷漆,就是这么个结构,然后它这个石膏板,也不是特别的坚固,也不是特别的牢固,比如说你搬桌子,搬椅子,那个脚,撞到这个石膏板上,就很好, 很容易撞出来个洞,或者是一拳一脚就很容易出洞,但是大家不用担心修补这种drywall,是特别容易的,大家看我们这个洞还是蛮大的,如果要修补一个小一点的洞呢,就没有必要用其他的东西,就用这个, all purpose drinking compound,就是,填粪的时候,就填上,就没问题了,但是如果,大家的洞像我们这么大,就要买这个东西,叫wall patch,有点像那个,叫布丁的感觉,里面长得这样的,有一块铝板,就这样给它贴上,首先找一块砂纸, 把边缘,给磨的平一点,因为它是拿锯子,锯的,它边缘锯的就很粗糙,我要用砂纸,给它重新的,把边缘打磨平, 拿手试一下,边缘平,没有刮手的感觉,就ok了,下一步呢,就是把这个,patch,这个补丁,的背胶给撕下来,它是粘的,它是可以直接自积,它自己下面有背胶,上面有背胶,所以说就可以自积, 粘到这个墙上面,ok搞定,还是有一定强度的,下面一步呢,就是上镊子,用镊子给它填平,打用我们的小刮板,给它刮平, 还稍微要读它厚一点,它那些网格的形状才不会露出来,而下面要做的呢,就是等待,等待它完全干掉,干掉之后,用砂纸给它打平,边缘打平,但是,中间这个位置不要打得太, 然后,下面呢,就要上一层底漆,上一层底漆之后,要找和你墙一样颜色的这个,油漆,再上一边,上两遍,就ok了,ok那么以上呢,就是今天就大家如何补墙的这个短视频吧,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,我们下期见,拜拜 拜拜